在2018年12月5日,我們警方接獲一名男子的報案 指他8歲的女兒在放學途中發現有一名不知名男子 約20多歲,在放學途中尾除他回到他所住的大廈 當時女童不以為意,回到家 及後十多分鐘再在家出門,在走廊再次遇上該位的不知名男子 該名男子隨即向名女童說給他200元的報酬 你可不可以跟我回家玩? 當時女童非常害怕,她就拒絕了不知名男子的要求 並且立即回家,隨後將這件事告訴她的父親子,然後報案 當經過我們警方一連串翻查閉路電視片段 以及在案發附近進行查問 我們就成功鎖定疑犯的身份為一名中國籍男子 年約21歲的 亦得知他是在柴灣附近一大工作 於是我們今天在2018年12月7日的晚上11時 就在柴灣那裡成功拘捕到疑犯 在警戒下,疑犯也承認控罪 我們也成功找到疑犯在案發當日所穿著的衣服 然後在柴灣附近後 尤其是一件事 對,我會想找到疑犯 然後再跟著這個 在柴灣附近, 照片 我會想找到疑犯 對,我會想找到疑犯 對,我會想找到疑犯 如果是想找到疑犯 那些事, 如果是有疑犯